燕晚得知皇后派人处死了淋浴车 十分震惊 可此时更加令人心痛的消息传来 十四阿哥和十六阿哥在昨日突唤清风 连太医都没来得及召唤 就一起轰视了 燕晚一时间失去了两个阿哥悲痛欲绝 海兰来到一坤宫前 可如意仍坚称不见 两年后皇上已长久不去后宫 连保月楼也不常去了 皇上即将难寻 十二个认为是自己的原因 导致皇阿玛和皇阿娘身份 劝说如意 随皇上南巡 海兰也劝倒如意 最后如意答应 自己会随驾前往 皇上对太后提起南巡之势 太后认为皇上与中宫疏远得十分过分 正可接其加以休闻 皇上来到庭院中 抱怨各地送来的女子在规格里待久了 被规矩束缚着恨事无趣 燕晚听闻此言 暗中打定了主意 让进中亲自挑选女子送给皇上 夜里 进中带皇上来到一艘船上 随后一阵勤声传来 皇上看见远方一名女子 正在翩翩起舞 十分神秘 次日 进中回禀燕晚 称燕晚线上的水玲珑姑娘 表现十分不错 深得皇上喜爱 水玲珑一事十分隐蔽 就连皇上身边的李玉也不曾知晓 负责束手的复衡 发现了一些端倪 李玉吩咐复衡 一定要将此事隐瞒下去 如意再次来到 曾经与皇上买条头高的地方 再次品尝 却感慨自己 已经尝不出从前的味道了 随后 如意见到一旁有人说书 说书人提起 西湖旁的风流一事 百姓哄笑起来 如意命三宝 想查此事 得知了皇上与水玲珑的验世 如意认为 是燕晚安排此事 不惜魅惑皇上 十分恼怒 此时 皇上已坐在龙船之上 众多歌舞伎伺候在侧 此日 皇上本意与众品